中国青年深夜开车冲进派出所 惨惊动中南海 中共最害怕的是曝光 大搞高级黑 卢沙野打嘴炮 火烧习近平 破普京真正的恐惧 中共背后动手脚 中共大飞机项目获赢灭顶之灾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国际新闻眼 我是美玲 4月23日 中共四川卢州市汛永县草市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中共官媒报道称 视频显示一年仅18岁的年轻人 驾驶辆白色小货车 沿街横冲直撞 多人敲打车门 试图让年轻人停车 不料货车后退几米 再次向前冲撞 紧接着冲进了街对面的派出所 派出所的玻璃门碎了一地 造势司机被民警当场控制 4月24日下午 当地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 称造势者是18岁的刘某 某骑修厂学徒 24日凌晨 驾驶客户继修的货车 先后与多辆车发生擦挂 遭到群众阻拦以后 慌乱中撞入街边的电力警务室 现场无人员伤亡 经测试排除造势人有酒驾 独驾行为 不过 刘某涉嫌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而驾驶机动车 目前 公安机关正在对该案件进行进一步办理 该事件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 不少网友认为 这是中国年轻人反抗政府的行为 并直言 好样的 英雄 多来点这种意识 中国就解放了 方向总算慢慢对了 只要不商计无辜 都是勇士 这才是不想活之前应该做的事 但是也有人称 暂时不建议冲塔 据悉 这是继天门山四名年轻人相约跳崖 四川天鹅林场三名年轻人相约自尽后 又一起相关年轻人的恶行事件 外界质疑 现在年轻人到底怎么了 有网络段子是这样说的 提高税负 抬升物价 任其劳碌 勉强果腹 太宝则生自由权力之想 太极则留造反谋乱之祸 很多人拼尽权力 只为活着 太苦了 还有网友转发了这样一段小故事 28岁小罗 年初从山东来北京 就是其中一位 他早起比别人多送两小时早餐时段 前两天 他送餐时和保安起了口角 去派出所待了一天 没赚上钱 还赔了八百块 为了弥补 那个晚上他跑到凌晨三点才下线 两个小时后 起床继续送早餐订单 据悉 小罗住的是不到120平的四居室 里面塞满近30位外卖骑手 上下铺 行李塞床底 有网友回复称 没有背景的人 年轻时大多数不都是这样奋斗的吗 没有背景的人 年老的时候 大多数还是这样奋斗的 还有网友跟帖 北京双景有一个 叫做百花家园的群租房 一个30亿厅的房子住了50个人 其中一间最大的卧室带阳台 上下铺摆了10个床 挤20个人 我当时惊呆了 因为离国贸步行一战 很多北漂都抢着住 更有人指出 中国本质上是奴隶制国家 百姓如果能清醒过来 反抗是必然的结局 4月23日 微信网公布一份湖北省武汉市 中级法院的刑事裁定书 裁定书称 2020年2月4日到8日期间 公民记者方斌在武汉的家中发布武汉疫情信息 构成寻衅滋事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同时 一份题为关于被告人方斌寻衅滋事案 依法处理有关问题的研究意见的党内文件被曝光 文件显示 中共中央政法委明显介入方斌案 称应按照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原则 建议以寻衅滋事罪认定方斌的行为 并将其标注为机密长期案件 据悉 文件在2022年4月7日上程 时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郭申坤 文情网的报道说 武汉法院的裁定书 证实了中共政法委文件的真实性 该文件显示 对方斌判刑三年的决定 来自中共中央政法委的直接部署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第一时间获得上述文件的异议人士林生亮表示 湖北司法机关不愿为方斌案承担外界追责 这些文件是他们内部人搞出来的 体制内有一帮人对体制不满 把这些信息向外泄露 这是甩锅的动作 另一名要求匿名的人士也认为 在方斌即将行满释放前曝光机密文件 说明地方主审法官不愿背锅 而且就是因为有关报道逼出了对方斌的判决书 意再证明法院不是有意扣住不发布判决书 这背后存在的决力很复杂 另有评论认为 中共最怕颜色革命 对西方的围剿已经成为惊弓之鸟 方斌是唤起中国人觉醒 号召民众推翻中共的春少人 这是具有标志性的新闻事件 而中共却不敢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为他定罪 这说明中共气数已尽 败向进险 连耍微风的气焰也减弱了 日前中共驻法大使罗沙野在接受法媒专访时频频失言 不仅称习近平在文革中受迫害是八卦 还否认包括乌克兰在内已经独立的 14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国家的主权地位 评论称 罗沙野的撒野言行 成功地让经常意见不同意的欧洲团结起来 一直希望中国把它收回去 不要再让中国自己难堪了 欧盟也宣布或将在6月重新评估和调整对华战略 中国外交史上未曾出现过这样的驻外使节 即便是文革时期也没有过 但现在有了 外交史上或将产生一个专业名词 卢沙野效应 然而4月24日的中共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期间 中共发言人毛宁紧急灭火 明确表达了中共承认乌克兰等前苏联国家 是主权国家的立场 罕见向世界舆论低头 路透社提问 指出毛宁的表态和卢沙野的表态似乎不同 因此希望了解中方是否支持卢大使在接受LCI电视台采访中的所有表态 对此毛宁回应称 首先我要告诉你 我的表态代表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 第二在尊重各国领土 主权独立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方面 中国无疑是记录最好的国家 显然也在暗示克里米亚是乌克兰领土 有人认为 卢沙野的预设在小粉红受众眼中 是漂亮反击了西方敌对势力对祖国的偏见与污蔑 中庸可嘉 前程似锦 至于说前苏联国家不是实质的主权国家云云 这不是誓言 而是中共世界观的自然延伸 他们所倡导的多极世界 是要把周边的中小型国家一一并灭 吞噬他们的资源 以求整合出大空间或共融圈 形成抗衡美国的势力 当然 如果任由这些人这样走下去 迟早就会发展成世界大战 也有分析认为 习近平由于战狼外交 在国际上四面楚歌 但现在已经在收缩 中共想要积极讨好欧洲国家 而卢沙野的做法 从任何角度看 都是在破坏中共的利益 也或许是 故意把习近平往火上烤 再给习近平搞高级黑 将习逼入绝境 这或许是二十大后 中共内部斗争的另一种形式 外界不免联想 是谁让他这么做的 另外 更多的人认为 中共在风头过后 对这位居心叵测的卢沙野 会来一个泄沫沙驴 结局肯定会比赵立坚悲催得多 因为赵立坚基本是奉旨撒野 而卢沙野则是一种 对习近平的挖坑撒野 企图彻底断了习近平 在欧洲的外交退路 习近平岂会轻饶了他 日前在西方不断供应顶级大炮和坦克的情况下 乌克兰正在变得更加强大 《外交事务》杂志指出 西方国家已经不再像冲突开始时那样 被俄罗斯威胁使用战术核武器所吓到 他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团结一致 表现出了惊人持久力 然而普京军事战略一直都是失败的 俄罗斯根本无法征服乌克兰 而普京目前最大的恐惧就是 乌拉尔等俄罗斯部分地区将会分裂 报道还称 战争意味着普京变得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更脆弱 如果俄罗斯面临军事失败并因此导致社会动荡 那么俄国秘密警察和其他安全机构可能会占据上风 普京可能会发现官员们将变得直言不讳 或拒绝执行他的命令 他对政策制定的控制力已经被减弱了 与此同时 普京曾试图开支以增加满足民众需求 想以此缓解社会不和 但俄罗斯目前庞大的军费开支 限制了他这样做 另外 欧亚评论的评论文章指出 不禁以为能够依靠中共的帮助赢得这场战争 但中共却有着其他盘算 虽然中共宣称与俄罗斯有着无上限的友谊 但中共却一直受益于这场俄罗斯没有打赢的战争 分析认为 乌克兰的持久战绝对是有利于中国的经济 由于西方的制裁 普京的石油失去了市场 中共现在正好以极低的折扣价购买俄罗斯石油 另外 中共宣称他们是和平缔造者 没有明确的偏袒俄罗斯或乌克兰 还称 俄罗斯不应在战争中使用战术和武器 从而削弱普京和讹诈的努力 也有评论指出 普京在战争开始时候 设想的是能丰满而轻松地实现他的帝国梦 结果闪电飞快 势如破竹 计划失败了 赌输了 不得已才打成现在这样一个烂仗 在现在状态之下 普京是无论如何都编不圆这个框了 他现在实际上已经是焦头烂额 怎么收这个场 整个他的指挥部都不行了 现在不过是等着乌克兰来收拾他而已 4月24日 美国国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的办公室 发表声明说 卢比奥参议员认为 中共是一个敌对势力 美国必须限制其窃取美国航空创新 和知识产权的能力 这包括将中共商务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添加到军事终端用户清单中 据悉 卢比奥和同样来自佛罗里达州的 共和党籍参议员李克斯科特 共同致函美国商务部副部长 艾伦·艾斯特维兹 他们在信中称 中共的居民融合战略 主要是通过保持 对先进技术和专业知识的获取 来实现共军部队现代化的目标 该战略故意模糊 中共国有企业 私营公司 大学和研究项目 与其军工联合体之间的界限 这意味着 从事联合研究和贸易的西方公司 可能会被利用来创建 或支持有利于共军的系统 卢比奥和斯科特明确指出 中国商飞作为全资国有企业的地位 以及它与中共和其他航空航天公司的密切关系 造成了破坏美国国家和经济安全的脆弱性 并表达了对美国商务部未能将中国商飞列入军事终端用户名单的担忧 据悉 中国商飞是一家从中国军方分离出来的公司 卢比奥和斯科特要求工业和安全局 将中国商飞列入军事终端用户名单 好的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明天再见